那就是说说航运股 上个星期五就能够逆市做好 譬如东方海外升了6% 海丰也升了6% 另外几只都有升 但升幅没那么多 好 说说两则消息 我们的《投资理财》周刊 即《经济日报》旗下的一个集资 访问了海丰 管理层就说 之前为什么那个航运价格升 就是因为有一个供求失衡的因素 他就说未来的情况就不单是受疫情影响 其实还有很多长期因素 所以他觉得这波航程 应该持续得比大家想象的都很久 另外有关太平洋航运 汇红就发了个报告 分析了几个因素 譬如说那些新的负运能力的交付等等的因素 其实看到的上升就未完 他们目标的 看太平洋航运就看6.2% 好 航运股你一直都看得不错 你觉得是否可以继续看好 譬如说未上车的又可不可以考虑一下去买呢 如果你是未上车的这些位置买 我只能够说风险一定不小 但是问题就是说 如果这些市况有很多现金 你要选择去买东西 买海丰股是OK的 我觉得这些市况 你最重要是买一些价值股 不要overvalue 不要太过利地 炒憧憬炒到离谱那些 譬如简单一点 最热的元宇宙topic那些 我真的不买的 我觉得市况可能炒得起的 但是不捕捉一些那么夸张升幅的相关股份 我觉得这一刻你买一些 玩阵阵价值股的value stock value stock 当然可能航运股未必是 因为未来的增长率很高 因为受惠的供求和供应链 断裂的因素上面 但我觉得航运公司 无论是做干山货的太平洋航运也好 或者一家一家有个共通点 集装商也是的 起码我们会很相信未来两三年 它们有个很稳定的盈利能力 特别在供应上不会突然波动船 1919上年做的新船 都要起码2023至2025年才会慢慢教肤出来 2023应该能印尽记手的 所以如果看短线的状况 供应的供求关系只会紧张 但问题就是我们唯一害怕的事情 就是好像1919、316 其实所有行为估计的 九月份去到第三季尾 突然间调整了两个月 純粹是升得多 陪下来 但是行一个浪高于浪的格局有机会 而这一刻就是刚刚做完调整 开始慢慢升上去 当然那个316、119已经破顶了 但是近期开始有些追落后状况 就是资金流回到1308、2343那些身上 所以我觉得你分回基本面 但始终不要就是做船就当是一模一样 用基本面理性一点去炒这些股份 或者是投资这些股份身体比较好 所以我们简单一点 短线 二三四三真的在追落后 那就追到二三四三 途出了一个箱底 其他在三个二楼上 整个箱底都在量度升幅 看第一步看三个六至三个七 看四元应该不难的 短线短炒就是炒这些 直拼率叫做比较吸引 但是当然整支回马仓下来三元 这些无可避免 但问题是三好子 一成拼两成左右 这些就叫做高直拼率 所以短线投机应该是在拼搏这些股份 但是以中长线来说 你都不是做一些很投机 或者是短炒 你都打算炸弄炸的话 还能炸过的 只不过我们经常都在说 上年炒的东西 今年都能炒 但是今年的累积性 跟之前说的美股的道理是一样 你不要想像上年那样夸张 上年那些河云板块 二三四三的那些 升了差不多一倍多 一九一九的那些升了差不多两倍多左右 我觉得现在来说 二三四三的这些位置 你看到好像汇控的说到六个多 我有保留的 但是四至五元这些水平 真的有机会看到 但是就不太值得这只升上去 一九一九的那些都有机会 你看到很多答案报告 全部都看到20元左右 三九一六如果你说全年还继续很疯狂 派特别式 还夸张 但是问题是中长线 我们建议大家 因为你做到中长线 你就一定会承担比较多的风险 这些指示位一定等得不太近 如果一定等得太近的 做到中长线部署的话 很容易自然时才再升上去 所以你说如果你是做到中长线部署 这些指示位设得比较远 你有机会承担两三成的风险的话 我们会建议买二三四三和一格各一半 至少你说分散投资 在不同行业上面 万一A死了都还有B顶住 那A、B都死的时候 通常就是说行业 通常都是市场上 应该出现一个明显的风险因素 到时候可能你都不用等指示位 就应该走 所以你说行业股 你唯一现在害怕的一件事 就是全球经济衰退 那又没有那么悲观 所以我觉得这些市况 你要买东西买这些都是可取 好啊